王高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 马来亚正在实施紧急状态 报纸上天天都有中国跟苏联结盟 又加入朝鲜战争等等这些新闻 当然他知道自己绝对是应该避开政治的 可他也想了解时事 所以他也会去搜索一些关于马来亚历史的书籍 看看一些政治方面的东西 因为在历史课上一般都只讲一些大的问题 比如西方如何崛起 怎么成功的主宰了亚洲 像关于什么东南亚这些殖民地 偶尔提到 直到他在大三的时候 大英帝国的这种态度 其实反而对王高武来说是一个 算是让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背景 也就是说能够帮助他了解本地的实时发展 更客观一些 比如说马六甲王国和那个肉负王国怎么就没了 什么那个莱特跟那个槟城啊 还有这个极大苏丹王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英国跟荷兰的竞争怎么就让新加坡崛起来啊 那个霹雳岛的那个邦格条约前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在他那个年代啊 他读到的历史大概都是一些梗概 比如说从欧洲的这个长途贸易啊 扩张啊这个角度啊 你要观察这些事件啊 你会发现他还是有优点的 远方来的武力啊 以雷霆万军之势 直接把当地的最大的那些势力给灭了 而外国侵略让王公武第一次了解到东南亚是多么的脆弱不堪 不堪一击 那帝国他扩张的动机是什么呢 本地人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为什么传统的这些本地的文化没法应对突发的巨变呢 当然那个时候啊 还不是王公武要决定去研究历史的原因 他确实那时候挺喜欢哈里森老师讲的世界史的 什么从这个葡萄牙啊 仙区啊 荷兰人啊 争夺世界啊 海王八 海上霸权啊 各个东西啊 这个课程里他真的是学了很多 而且老师啊 也特别的详尽的说 英国当时是怎么进到印度的 不过啊 那个时候老师讲的那些理由 并没有说服王公 不过他也了解到 尽管英国人到了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当了殖民地 但是呢 像当时啊 英国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边心啊 密尔啊 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了 其实也影响到英国当时在印度的政策 所以你看啊 在英国 在印度是在东南亚里边 应该算最早崛起的民族主义 或者说因为英国人督促他自治啊 培养他各种的从法律啊 培养他的那个军队啊 还有他的精英啊 而且送到英国去学习啊 各方面你都能发现啊 其实这些都对王公武特别有启发 他其实知道啊 你完全不能够研究历史的时候 忽略了政治思想 对历史的影响 像那个他们特别有名的那个 他最喜欢的帕金森教授啊 在几次公开课里边 讲的内容 其实对王公武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他就说 这个后来啊 成了一个历史研究的一个主题 或者大家都认可的 就是个人在历史事件中 是起到关键作用的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要斩首啊 这个论点引起了王公武巨大的兴趣 比如说 这个帕金森就说呀 那些杰出的领导人 在制定当时的思想和制度的时候 因为他个人的取向改变了历史进程 所以在他说呢 你要研究历史 你别看他 哎呦 你觉得他落后了 可是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 那个领导人选择的那个是必然的 而且呢 在当时可能就是最先进的 这也给王公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他知道啊 这老师绝对的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 可是啊 你能看得出来思想极为的开明 居然啊 你像那个王公武论文中啊 那肯定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那种观点啊 特别强烈 而且那种话语啊 观点啊 都带有特别大的挑衅性 但是老师依然给他了高度的评价 这种态度 你就能看出 这西方世界啊 他在学术上 他是鼓励你说出不同的声音 而且啊 就是你要能对我有挑衅啊 他高兴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这也是我跟女儿啊 他在学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他提了一个特别偏的一个 可能都还有点跟这个话题不太照片 沾一点点编的比较极端的一种观点 老师大家正在上 通篇的在课堂上给读 就是说 我希望你不要光同意我的观点 你能驳斥我最好 文革武选择历史的 两个原因 一个是喜欢 二一个呢 就是因为在认识这个 他自己新加入的这个国家 新加坡里边 在这个环境中 他感受到的东西 或学到的经验 让他必须要选择历史 因为他觉得啊 你看历史 一定是跟这个 过去 你现代的东西 一定是跟历史过去 是有密切关系的 他是这么着 是顺着过来的 而且呢 他也知道历史仍在 这个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那年啊 他就已经决定不回家了 就留在学校里边 而且还在暑期呢 找了一个在广播电台 兼职的一个工作 从那些年轻的英国同事身上啊 学到了好多好多东西 比如关于通讯呢 时事啊 人文呢 这些东西啊 你怎么去采集 和他们的这个理解 这个给兼职的工资啊 足够让他住在这个 大学附近 找了一个地方 租下来住 而且呢 还能够利用这个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 去看各种的书 后来每年这两个月的暑假 他全都不回去 尽量的利用校园 和这个周围的资源 应该说校园啊 是他认为最能够 自由思想的一个理想地 第一年的历史啊 他只是了解了了解 粗粗的这种古代历史 什么埃及啊 巴比伦啊 耶路撒冷啊 雅典罗马啊 长安啊 什么卡拉昆仑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到了第二年 他们学的是全球历史 哎 知道了什么葡萄牙啊 西班牙海上海战啊 完了怎么这些海运的 这些水手啊 把现代的这个西方 弄到这个东南亚来的呀 另外让他学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他发现啊 跟中国的历史 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你看这个西方的历史啊 它是不是按照年表 按顺序 先后顺序排练的吗 但是呢 你能发现 它这个时间表啊 跟这个历史发展啊 绝对有因果关系 一步一步再往前进步 可是中国这个啊 你能看出来的吗 什么啊 周期性 循环往复 它是你看着列表啊 是列着按着年代的吧 但是它就是朝代更替 没有发展进步 你看人家那个啊 谁谁谁把谁更替了 最后他在工业上 或者制度上啊 思想上啊 都有进步啊 我们2000年 没变化 就是朝代更替 这就是重复 这是他大二 就开始意识到 到了大三 他读到19世纪 20世纪历史的时候啊 发现了 其实那个时候啊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 这个经济学啊 其实是对英国进步 起了巨大的 而印度的变革 你不能否认 这是英国人本身 他自己 有进步的要求 和他进步的信念 才能够让你印度 能够独立的 因为这个谁都 你印度人再否认啊 你不能否认 早早的英国议会 已经开始了 就是督促着 这个说 我们应该让这个地区自治 他的民族认可呀 什么各方面啊 尤其他其实还 当时特别想让 那个穆斯林跟印度教 能够融合的 互相 就是和睦相处 但是你这一弄啊 你说要没议会那么大 真的真争啊 你不可能印度给你那么大的空间 让你独立的 或者说你至少还得再等很长时间吧 总之通过的这个帕金森的这个公开课 他而且最主要的是教了大家 你怎么去写历史上的这个论文 怎么去运用你拿到的一手资料 另外呢 他也鼓励啊 你尽量的去多查档案文献 写写你们本地的历史 当然他在这里边啊 也强调了 二手资料 还有那种口述资料啊 只能作为补充 这是教他们的一个 研究历史的一个方式方法 因为那个时候啊 其实他们那个学校已经 特别注重英国人这点啊 你没法补复 就是多少年前的那历史资料 全都给你留着呢 报纸啊 文件什么的啊 包括你说那那个 14亿几年的吧 那个议会里边 每一个人发言都说些什么 详详细细记录着 这也影响了后来的美国 德国人呢 当然在这个文字 文献历史上啊 这保存更是牛逼的 我们那个就是一个朝代来了 把前面那朝代的东西都给烧了 你这查资料 狗屁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多历史 你知道是从哪来的吗 朝鲜 朝鲜人家反而流了很多 当然那个这些学生啊 学到了老师教的这个以后啊 老师在最后给他们强调了 你们看见的 比如说从报纸啊 杂志上啊 搞到的这些二手材料 他因为觉得这是二手的 因为你有立场的 一定要用批判的原告 就是说你不能为了你写这个论文啊 你把那个报纸拿过来 他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作为一个补充 不能作为这个你的历史依据 王庚武啊 曾经读过二十世纪初 中国的一些改良派革命党啊 当时在南亚 南阳这边活动的一些报道 也开始啊 他因为想写论文嘛 他就跑到馆藏那些文件里啊 就搜关于这些人的这个报告 其实那个时候啊 南阳已经出版了很多 关于什么孙中山啊 还有那些追随者的 那种各种的资料啊 什么的 但是王庚武提出的论文提纲 却得到了帕金森的大力支持 就是与别人不太一样 甚至啊 说了我出钱 你去香港 去搜索更多的 你这个关于论文的一手材料 这真的是王庚武 一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 从此踏入了历史这个学术界 帕金森呢 那个时候就叫这名 我一听我就开始哆嗦 帕金森是根据 当时正好根据殖民地 南阳这边的那个档案馆里啊 一些资料 在撰写1867年到1877年 讲英国对马来亚的干预这本书的 大家呢就都 他也一点都不隐晦同学啊 学生们 就让他们跟着老师一块 看到这个老师是怎么运用 这个和辨别文献的真假的 哎 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些文献啊 他去怎么评论 或者这个当地的这个殖民地的官员啊 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呢 其实帕金森在这个同时教他们历史啊 还教一门课 叫政治思想 这帕金森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 当然肯定是以大英帝国为荣的啊 但是呢他也批判这个各种的这个帝国的那种 他就讽刺啊 有时候也会 当然在赞扬帝国的贡献上 他也不遗余力的 可是呢 他在这另一方面呢 他又推崇像米尔啊 洛克这样的自由主义 至今啊 王公武都记得 他呀 曾经有 当时王公武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 他就在那儿跳刺 其实在这个挑刺的过程中啊 他就用一字一句的啊 把王公武的那个上面写的话啊 给你挑出来 最后发现说 你看你写的这论据啊 你根本不是你想象的 你那么的社会主义 你这些论据 简直就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啊 你多看点书吧 即便啊 王公武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 但是 这个老师依然资助王公武去香港 而且最后后边还帮他拿到了 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 这样的王公武呢 就有足够的钱去伦敦读博士去了 王公武这次去香港啊 在香港待了四个星期 哇 他觉得祸益太多了 应该说啊 他接触到了中国最近的革命历史 当时香港那简直就是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心了 国民党的 共产党的 各种派别在这儿都有活动 所以你到这儿啊 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殖民主义 吸引到了两岸啊 所有的这个著名的学者 因为信仰不同 或者是对某种制度的不认可啊 两派都跑了 有的呢 干脆都觉得呢 就这儿可能我们还能稍微自由点 所以都跑到这儿来落得脚 香港历史啊 应该说 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啊 创造了一个新的殖民历史 在这段时间啊 王公武是除了忙着找资料啊 看资料啊 他也想方设法呢 去联系一些他认为可能会认识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人 尤其他当时特别想了解康有为 因为呢 关于康有为的书啊 不多 他特别想知道啊 就是尤其他在1989年出逃了以后的那些事儿 幸好当时啊 王康有为的一个学生叫 无限制的 同意了 愿意见王公武 居然愿意见一个学生哦 革命党人的时候啊 这就嘲笑康有为 就是一个保守党 保皇党 嫉妒保守什么的腐朽什么的啊 哪像我们这个啊 魅力十足的领袖孙中山啊 应该说那个时候啊 关于孙中山的材料 那真是汗牛冲动了 而康有为啊 那真是寥寥无几 几乎都已经没人注意他了 王公武跟这个 无限子啊 见面他觉得收获太大了 因为啊 他居然答应说我 把我跟康有为 在新加坡和槟城的那个 所有的活动啊 情况啊 我都给你写下来 这大概是 因为啊 因为好多人都不知道 康有为 在1909年到1911年 这两年在这个地方 正好在南洋嘛 那个活动的状况 孙中山啊 跟他早期的 那四个战友 被合称为 那四个人啊 一共被合称为四大寇 王公武啊 就特别想找到 这个四大寇的这些后代 特别是那个 叫优历的 这个 这是一个曾经跟孙中山啊 一块住在新加坡的 而且多年后 以来啊 一直的是积极参与 他们那个秘密会社的活动的 但是可惜 没找到 多年以后啊 还是这个优历的后人 寄给了王公武一本 特别 简短的一个小字传 确认了呢 这优历确实是孙中山 跟秘密会社的主要联系人 不过啊 这一次在香港呢 他见到了那个 谢钻赞的儿子 谢钻赞啊 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 是南华早报的创始人之一 那写的书就有中华民国革命密史 1924年出版 他儿子啊 当时就在香港 就给王公武看了那个 出版的这本书 从这个里边呢 让王公武知道了 孙中山早年 在香港作为革命领袖的 另外一面 这个谢钻赞啊 他的后人就认为呢 孙中山的那些追随者 为了维护这个国父的形象啊 就把这个别人的贡献啊 都给踩到脚底下去了 尤其是拒绝承认 那个新中会 那个会长 第一任会长 那个孙曲云 把人家的贡献给踩没了 其实那个时候啊 这个人可比孙中山有名 那新清政务派人专门来自杀嘛 虽然啊 王公武也知道 这些不同的叙述啊 肯定都是因为派系成见嘛 在他在作为历史的时候 一定会警惕的 但是他也知道 你能那时候就能看出啊 其实革命的这个团体里边 或者包括内部啊 那种激烈的对抗 也让他知道啊 其实就是你主流越赞的 越推崇的啊 越应该警惕 所以在他后来研究孙中山的时候啊 他是不太相信对孙中山的 那么多的赞誉和推崇的 尤其是他拿到了各种的一手资料啊 除了搜索旧文献 还有了一些别的收获 最难忘的是 他见到了当时的 已经很有名的史学家钱武 国史大纲 简直就是让王公武 无体投地的亲妹 那你想啊 他那时候在南京 刚读那个 《谬凤林》的那个历史教科书的时候 就觉得已经不得了了 没想到这本书觉得 那简直是不知道高到多少了 当然现在钱武有很多历史观是 也是被历史学家很多都觉得呢 不太赞同的啊 当时王跟武是刚刚读完那本剧著 而且呢就是读完了以后啊 就关于什么这个 有那本书是关于什么 这个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嘛 所以他呀一见到钱武 就马上问了一个一直盘旋在他脑子里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对宋朝以后的皇帝 那么的严厉的批评了 怎么那么不待见呢 王跟武是去钱武 当时刚刚创立了一个叫新雅书院的地方 拜访了钱武 他在这个书院里头啊 有一个办公室 有一个客厅 完了有一个小卧室 在家那个小厨房 其实就是等于又是家又是办公室了 王跟武啊 因为这个钱武啊 有浓重的这个无锡口音 所以他那个普通话就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 他听得挺费劲 但是确实还能算听懂 这个钱武就跟他讲什么中国历史啊 讲这个过去和当代的这个治理上 有些哪种得失啊 虽然啊 王跟武那时候还不算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学者 但是你能看出钱武啊 居然那么的热心的去鼓励一个学生 你可以从你的这个海外的角度 你来研究中国历史啊 你可能比我们在内部啊 要更客观一些 而且你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嘛 你看得更远 或者说你那边还有别的资料 这也让王跟武啊 第一次看到一个历史学家 他在现代这个西方学术界里啊 他的一个尴尬 或者是他比较传统的那种嘛 再加上啊 因为逃避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迫害啊 选择移居海外了以后啊 过的那种生活啊 其实也让他很感慨的 因为你失去了大陆的很多一手资料啊 你只能够拿到的那个东西 去来研究中国历史啊 对历史学家来说 真的是非常残酷的 你像那个谁出去 他只能把他带出去的那点资料 去就到台湾了 研究甲骨文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他那一年在挖坑 挖的甲骨文 那什么这都弄的那些资料 他一辈子只能靠那一点资料研究 剩下的当然就后来同行人家的 那跟你自己去亲身经历 或者自己去挖掘的完全不同 对不对 那这次去香港啊 他有幸住进了香港大学的那个煤堂宿舍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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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在这啊 它见到了历史学家 盐德顾 盐德顾也应该叫 或者翻译成 盐德高 刚到大学那时候他不是以前在那个历史老师啊 那哈里森啊 现在是刚到这个香港大学来任职 是他把这个王耕武介绍给这个安德哥的 这个严教授啊 就向这个王耕武啊 就描述了不一样的一个香港 他认为啊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吧 其实大多数的香港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啊 都是采取积极的态度的 住在这个香港大学啊 对王耕武来说不仅方便 而且啊让他接触到了 让他无比羡慕的人家的那个图书馆 哇那藏书 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藏书 那叫一个丰富啊 这个山坡坡上啊 这个建的这个校园真的太美了 所以每次啊 他到香港来 都要来这个美舍校宿舍这边来 后来他在1986年 还到这个香港大学当过校长 跟他以前啊 去什么菲律宾啊 斯兰卡啊 什么印度啊 一样 其实这一次的香港行 对王耕武的思想和职业生涯 真是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前三次让他意识到了 哦宗教啊 还有美国文化啊 对本土文化的深刻影响 到了印度斯兰卡呀 又知道了这个佛教啊 还有跟这个 从印度外传啊 对斯兰卡影响啊 还有后来的这个意识形态 在印度的这个影响 民族主义啊 这些都让他反思 所以他才后来说了 不参与政治 我搞历史吧 那么至于香港这一次呢 是让他再一次的 进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 而且发现啊 没有国境的束缚 两边都有 有对这个大陆的 憧憬的 有批评的 什么人都有 短短四个星期 他在这儿遇到了 形形色色的人 都是以香港为基地啊 但是呢 都从事的是中国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活动啊 都认为我是为了 中国的未来 这给他留下了 难忘的经验 所以让他再一次啊 开始深思 文明国家 这个概念 尤其是在那个 这个算是冷战前线吧 全球这个冷幕啊 在这儿等于交接 各种间谍 各种什么活动家 在这儿都有啊 让他觉得政治 更加的耐人寻味 当然也残忍凶残 好